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次你们介绍了暑假里制作的三国演义双语版电子书后 在同学们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很多同学也想参与这个项目 设计制作中国古典名著电子书 作为先行者 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送给大家呢 好的 老师 其实一开始我们只考虑了 如何处理中文英文的文本 但是后来发现电子书如果只有文字 好像有点单调 所以我们又去找了一些图片 好让电子书图文并茂 形式更丰富多彩一些 可是老师 我们找图片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有的图片我们下载下来发现比较小 想把它放大一些 结果发现放大的图片 有的人就很清晰 而有的却变模糊了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 这和计算机中显示的图像类型有关 计算机中的图像 一般分为两大类 矢量图和位图 矢量图使用直线和曲线等属性来描述图形 它们是通过数学公式计算获得的 所以无论放大缩小或旋转都不会失真 这是矢量图在网络上使用的最大优势 位图是由纵横排列的像素点组成的图像 所以放大到一定程度会看到很多模糊的点 虽然如此 位图也有不可取代的特点 就是色彩层次丰富 图像效果逼真 常见的位图图像格式有BMP GRF JPG等 对的 老师 我们网上下载的图像文件很多都是BMP JPG格式的 我们电子书里的配图 也大多是位图 老师 计算机要处理文字 声音 图像 视频等信息 需要先将它们转换成二进制竖形式 那位图在计算机里 到底是怎样存储与加工的呢 那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吧 位图 按照行 列 可以分割成许许多多的点 同学们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左侧图片中蓝色方框选中区域的放大图像 这里的每一个点都被称为一个像素 位图图像就是由这许许多多的像素构成的 一幅图像所包含的横向和纵向的像素的数目称为图像分辨率 例如 做图中蓝色方框选中的图像 横向有71个像素 纵向有32个像素 所以这块选中区域图像的分辨率就是71乘32 一共有71乘32等于2272个像素组成 左侧图像的属性表中的参数显示这幅图像的分辨率是900乘1000 说明这幅图像横向有900个像素 纵向有1000个像素 所以一共有900乘1000等于90万个像素组成 小雅 你能来说说看 这三幅图像分别有多少像素组成吗 老师 没问题 左边这幅图的分辨率是20乘20 说明它的横向有20个像素 纵向也有20个像素 所以一共由20乘20等于400个像素组成 中间图像的分辨率是100乘100 说明它有横向100个像素 纵向100个像素 一共1万个像素组成 右边这幅图的分辨率是250乘250 所以这幅图像一共有250乘250等于62500个像素组成 小雅 那你观察这三张图片有什么发现吗 老师 我发现分辨率越高 像素越多 图像越清晰 你归纳得真好 现在未图图像已经被划分成了若干个像素 那这些像素又需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转换成01表示的数字图像呢 答案是需要对每个像素上显示的颜色信息进行逐一编码 我们以做图中红色方框选中的区域为例 分别使用两种颜色 四种颜色和八种颜色来表示这块分辨率为八乘八的图像 第一种情况 因为只有黑白两种颜色 所以用一位二进制数 零或一 就可以对黑或白两种情况进行编码 这符合我们之前学过的二进制位数与编码个数之间的关系 2的1次方等于2 我们可以设定编码规则为用0表示白色 用1表示黑色 再按规则将每个像素的颜色信息逐一编码 整幅图像就可以用这些以编码像素的集合来表示了 如果图像用四种颜色表示呢 小达 你来试试看吧 好的 老师 因为有四种颜色 那一位二进制数 就不够表示四种情况了 2的2次方等于4 需要用两位二进制数 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我可以设定编码规则是00表示白 01表示深灰 10表示浅灰 11表示土黄 将每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按照规则逐一编码 这样这幅图像就可以用这些零合一来表示了 回答正确 如果图像是用八种颜色来表示的呢 小雅 你能来做一说明吗 好的 因为有八种颜色 2的三次方等于8 那么要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就需要用三位二进制数 我可以设定编码规则从000 001 010 一直到110 111 分别表示这八种颜色 然后按照编码规则 将图像中每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都分别用三位二进制数表示并记录下来 这样就完成了对这幅图像的编码 没错 就是这样 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分别完成了对两种颜色 四种颜色和八种颜色图像的编码 其中 两种颜色需要用一位二进制数来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四种颜色需要两位二进制数 八种颜色需要三位二进制数 同学们 关于图像可以使用的最多颜色数量 与记录每个像素所需的二进制位数的关系 想必你们已经清楚了吧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练一练吧 已知一幅BMP位图的属性表如下图所示 理论上 这幅图像可以表示的颜色信息数量 最多可以有多少种呢 老师 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 图像的属性表里 图像的像素数量取决于分辨率 宽度和高度的值 那可以表示的颜色信息数量 就应该和位深度有关系了 是的 位深度可以表示位图中 存储一个像素颜色 所用的二进制数的位数 所以四位二进制数 可以表示的颜色信息数量 最多可以有2的四次方 等于16种颜色 你分析的很有条理 一个像素用八位二进制数表示的话 最多可以表示2的八次方 等于256种不同的颜色信息数量 用24位二进制数表示 最多可以表示 2的24次方种 约1677万种不同的颜色信息 所以 用n位二进制数表示一个像素 图像最多能表示的颜色信息数量 可以达到2的n次方种 这完全符合我们之前学习的 二进制位数 与编码个数之间的关系 在计算机中 我们常见这样的调色方法 哪位同学能来分析一下 这种方法是如何表示颜色信息的 要表示每一种颜色信息 需要用几位二进制数呢 老师 我来 图中颜色模式是RGB 说明它是利用红绿蓝光学 三原色的原理进行调色的 我发现每一种颜色 对应的值最小是0 最大是255 从0变化到255 从浅到深一共有256个等级 2的八次方等于256 说明要表示256个等级 至少需要用八位二进制数 一种颜色需要八位二进制数 三原色就需要三乘八 等于24位二进制数 因此要表示每一种颜色信息 需要24位二进制数 你的分析很到位 小达 请你仔细比较一下这四幅图像的呈现效果 说一说你的发现 好的 老师 我发现表示一个像素的二进制位数越多 整幅图像能使用的颜色数就越多 图像色彩就越丰富 画面也越自然逼真 你的观察很准确 所以当我们把一幅图像按照行 列分割成许许多多的像素 在对每个像素上显示的颜色信息逐一编码后 整幅图像就转换成了计算机内部存储的二进制数 生活中通过扫描仪 数字照相机 智能手机 和连接在计算机上的摄像头等设备可以实现图像编码 在经过相关软件处理就可以把图像转换成相应格式的文件进行保存 BMP格式就是未图图像的一种基本格式 它的存储数据量又是如何计算的呢 让我们继续以之前的图像为理 它们的分辨率都是8乘8 因此每幅图像都是由64个像素组成 要表示左边这幅黑白图像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只需要用一位二进制数 由图可知 它的存储数据量就是8乘8乘1 BIT 小雅 你能来尝试一下另两幅图像的存储数据量计算吗 好的 要表示四种颜色 需要用两位二进制数 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所以中间这幅图像的数据量 就是8乘8乘2 BIT 而八种颜色需要用 三位二进制数 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因此右边这幅图像的存储数据量 就是8乘8乘3 BIT 回答正确 通过对这三幅图像存储数据量的分析 我们是否可以试着自己推导出 图像存储数据量的计算和哪些要素有关呢 老师 让我来回答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要计算未图的存储数据量 我们需要知道 图像一共有多少个像素组成 也就是分辨率是多少 然后是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需要用几位二进制数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 所以计算未图的存储数据量 就是图像像素数量 乘表示一个像素的二进制位数 单位是BIT 再除以8 单位转换成字节 小达 接下来请你继续完成这道练习 一幅256色的BMP位图 及其属性表 如下图所示 理论上 这幅图像的存储数据量 可以有多少签字节呢 好的 我首先需要知道 图像的像素数量 按照属性表的参数 就是分辨率900乘1000 其字 题目里介绍这是一幅 256色BMP位图 2的8次方等于256 所以就需要用8位二进制数 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计算到这里时的单位是BIT 除以8后变成字节 可是字节又怎样转换成千字节呢 这里 老师来补充一下 存储容量单位的换算关系 一个字节等于8个二进制位 一个千字节等于1024个字节 一个赵字节等于1024个千字节 一个极字节等于1024个赵字节 一个太字节等于1024个极字节 除了字节与二进制位的换算是8的关系 其他相邻单位的换算都是1024 也就是2的十次方的关系 所以需要再除以1024 单位就能转换为千字节了 最后计算结果约为878.9千字节 计算正确 我们继续 一幅分辨率为1024×768 24位的BMP格式位图 不改变分辨率 将它更改为16色的BMP图像 其存储数据量又为原图的多少倍呢 老师 这题我来回答 两幅图像的分辨率 都是1024×768 所以像素数量是一样的 原图中 用24位二进制数表示一个像素 所以存储数据量 是1024×768×24除以8 字节 更改后的图像是16色 2的四次方等于16 所以表示一个像素颜色 只需要用4位二进制数 存储数据量就变为 1024×768×4除以8 字节 因此 更改后的图像存储空间 是原图的六分之一倍 回答正确 让我们再来完成一道练习 某图像处理软件用红 绿 蓝 三种原色调配颜色 若图像存储时 选择BMP格式 文件大小为 576千字节 部分窗口显示如图 那么这三种原色 可以调配出来的颜色数 有多少呢 小达 这个问题就交给你来解决了 老师 这道题好像有点复杂 确实有点难 不过 老师可以和你一起 慢慢分析 建议你可以从图像存储数据量的计算 与哪些要素有关入手 好吧 老师 那我试试看 图像存储数据量的计算 与像素数量和表示一个像素的二进制位数有关 如图中参数显示 宽度是512像素 高度是384像素 所以这幅图像的像素数量 就是512乘384 表示一个像素的二进制位数 在题目里没有找到 所以这道题我们需要 先把二进制位数计算出来 这幅图像大小是576千字节 根据为图存储数据量的计算公式 与存储容量单位的换算 可以列出这样的算式 512乘384乘 表示一个像素的二进制位数 除以8等于576乘1024单位统一到4节 通过计算得出 表示一个像素的二进制位数 等于24 因此这幅图像可以使用的颜色数 就是2的24次方种 小达 你真棒 你看 这个问题不是就被你抽丝剥茧子解出来了吗 小雅 你觉得一幅分辨率为800乘150的黑白图像 一定会比一幅分辨率为200乘50的彩色图像 占用的存储空间多吗 老师 这可不一定哦 图像存储数据量的计算 与像素数量和表示一个像素的二进制位数都有关系 虽然黑白图像的像素数量要多于彩色图像 但是要表示一个黑白图像的像素颜色 只需要用一位二进制数 所以黑白图像的存储数据量是确定的 就是15000字节 要表示彩色图像一个像素的颜色 通常可以用4位二进制数 8位二进制数 24位二进制数 经过计算 用24位二进制数 对彩色图像每个像素进行逐一编码的时候 它的存储数据量就超过了黑白图像 你用数据说话 还有说服力 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 我们学会了区分矢量图和位图 理解了位图编码的基本原理 掌握了位图存储数据量的计算方法 根据位图编码的基本思想 一幅图像的分辨率越高 像素就越多 图像就越清晰 而表示一个像素的颜色信息 所用的二进制位数越多 色彩就越丰富 像素数量越多 表示颜色信息的二进制位数越多 位图图像存储的数据量就越大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来完成思考与讨论吧 同学们 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 你一定对图像编码的基本原理 以及位图存储数据量的计算 有了基本的认识 希望你能回顾图像编码的一般过程 巩固对相关概念的理解 在使用计算机处理图像时 能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今天的授课到此结束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